对于一些人来说,今天是非常特殊的日子,因为他们站在今天正式入选NBA名人堂,一共有13人入选,其中10名篮球运动员,包括6个NBA球员,一个欧洲球员, 两个WNBA球员,而在他们入选名人堂的同时,恰好成就了NBA菲尼克斯太阳队的一项新的历史记录,此次入选的NBA球员有基德,那时,希尔、梅拉伦、查理斯科特和奇克斯,其中基德,那时,希尔和斯科特军为太阳的效力过,而在今天他们却一同入选NBA名人堂, 这在NBA历史上,还是第一次出现这样巧合,而基德和纳什这两个历史级别的空位,更是在太阳做了一个多赛季的队友,希尔和纳什也是队友,可惜都先后都被太阳掏弃, 好在后来太阳把纳什要了回来,而剩下的一名效力过太阳的球员,斯科特则是在NBA和ABA合并的时候,加入太阳队的,虽然在太阳效力了四个赛季,但他并不是以太阳的身份入选名人堂的, 而是以凯尔特人的身份入选,75到76赛季随队获得NBA总冠军,也是斯科特生涯唯一的总冠军,都效力过一支球队,并同一天入选名人堂的这个巧合, 同时也成为NBA的一项新记录,太阳光网因此也发出祝贺,并写道,创造历史的夜晚,有个球员中,你更喜欢哪个?